我们在二年级上学期的时候 已经学过 三位数的进位加法 和两位数的退位减法 现在我们重温一下两位数的退位减法 例如第一题 34-16等于多少呢? 先减个位的数 4-6 不够减哦 就要从十位退一作十 十位的数三退一如二 个位的数保十 即是十四 十四减六等于八 将八写在个位 然后减十位的数 二减一等于一 将一写在十位 因此 34-16等于18 计算三位数退位减法 和两位数退位减法的方法相同 都是将相同数位的数相减 当不够减法相同时 就要从较大数位退一作十 例如第二题 3-315-123等于多少呢? 先减个位的数 5-2 5-3等于2 将2写在个位 然后减十位的数 1-2 不够减法相同时 就要从八位退一作十 八位的数三退一如二 十位的数保十 即是十一 十一减二等于九 将9写在十位 最后减八位的数 2-1等于1 将1写在八位 因此 315-123等于192 现在 我们会学习下 加减混合计算 计算加减混合计算时 我们要用 由左至右 逐步计算 的方法计算 一起看一下第三题 20-16 加12 等于多少呢? 我们由左至右 逐步计算 20-16 等于4 再加上面的12 即是 4加12 等于16 所以答案是16